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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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星期六的话 随着风向在逐渐的转向 逐渐转成偏东风之后 整体来说西半部天气就会比较明显好转 东半部因为是阴风面 所以云量还是会稍微比较多一些 不过整体来说降雨机率也会降低 不过重点就是星期三之前是比较不稳定 星期四雨是趋缓 但是在这个星期五之前 都还是东北风影响比较偏凉的天气 所以比较容易下雨的区域 大家可以看到过来四天的话 主要都是在infoeming 尤其礼拜三的话呢 北部东北部整个大台北地区 其实甚至整个这个中部以北 嘉义以北地区跟东半部 都会有下雨的机会 礼拜四 礼拜五到礼拜六呢 会逐渐的趋缓下来 但是东半部尤其是东北部寒校处 可能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 那么在今晚上各地的天气的话 可以看到咱们中部以北 东北部还有这个外岛的金满马祖澎湖 降雨机率都是比较偏高一些 另外要特别注意就是气温 因为今天晚上东北封南下 今天晚上的气温跟昨天比较起来 会有比较明显的凉翼 所以大家外出的话 记得想要多添加包长袖或是外套 如果说今天本来就是穿的 没有很多的话呢 也不要太晚回家 早点回家 不然越晚的话呢 可能是会有越明显的凉翼 那么看一下这个温度的话呢 在我们中部以北跟东北部 低温大概是在20到22度左右而已 那么在明天各地的天气 可以看到其实都是降雨机率 都是比较偏高 尤其是我们加以北到我们的东半部地区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南部的话呢 要稍微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空气品质 是有机会到达 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同时要特别注意的还是低温 低温在我们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地区 就只有20到22度 高温的话呢 在我们的云量比较偏多的地方 例如北部跟东北部 还是只有22到23度 所以一整天都会有比较明显的凉翼 那么在南部跟东南部 白天温度稍微有点回升 大家要注意 汁液温差就会比较大一些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明天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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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